歡迎收看小明星 其實這個髮型是來自於肯尼 肯尼是誰呢 就是芭比娃娃的Honey 而且我也參考了日本的寶總歌舞團 因為他們華麗的呈現 可以表現出獅王的大氣 為什麼會取名叫獅子吼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想要吶喊的那種聲音 跟吼出來的聲音 不管是不是憤怒 興奮 開心 或者是憂傷 難過都有 悲壯都可以 但是那種吼出來的感覺 會讓你變得更舒坦 那當然在裡面的歌詞裡面也有 或者是在歌曲 你們只要一聽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很清楚可以知道 為什麼會取名叫獅子吼 本人在十幾歲的時候也是金毛 可是那時候的金毛 跟現在的金毛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那因為那個時候的金毛以及科學 也沒有這麼的發達 科技也沒有這麼發達的情況之下 那時候的金毛是不好看的金毛 那現在的金毛當然是因為 你知道就是一些他們的顏料啊 還有材料都非常的高級 所以現在染出來的顏色 都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好看 在六個小時當中其實還滿緊張的 因為聽很多的助理說 就是髮型助理說會很痛 那我當時沒有什麼想法 我應該還好吧 開始漂的時候就還好 OK 有點刺刺而已 那當真的漂完色之後呢 要開始上色那一刻開始 是真的很像千萬隻的螞蟻從你頭皮 這樣鑽進去的感覺 你會瞬間爆汗 然後你會發抖 甚至我忘了前面那個桌子是大理石 我就用拳頭這樣打那個大理石 想把那個痛呢轉移到我的手上 可是一打完之後那些手沒痛 頭還是痛的 然後可是隔了一下子 然後因為他們說你用冷氣吹頭的話 可以解除那種痛的感覺 就是減緩這樣 吹完之後有點就滿好的 那手就覺得奇怪開始腫腫了 就覺得哎呀我手好痛喔 其實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 因為當你真的化白一點的妝 在皮膚身上的時候呢 白皮膚會變更黑 因為有點怪 比方說我本身黑影圈還滿重的 就是像我出生就有 可是當你黑眼圈一直蓋的話 它反而會變青色 會變青色 你知道嗎 就變成它不像黑眼圈 又不像 它有點像被打的感覺那種青 所以 就又修改了一下下 變得沒有太白 那但是在妝感上面 就做了比較多的那種層次的感覺 會讓別人覺得在衣服 它的份量很重的時候 你的眼妝啊 都可以跟它變得是一體成型的感覺 而不是像可能衣服很重 但是妝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能就很一般 那我這張就是希望可以強調就是 不管是從頭到腳 然後都是有一種很有霸氣 很獅子的感覺 因為今天是中秋節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工作人員呢 剛好全部都坐在一起 然後我就請燒烤店 然後幫我們把一些燒烤 那些牛肉啊豬肉啊都送到這邊 然後有一種烤肉聚餐的感覺 因為必須呢 因為工作在中秋節 必須要給工作人員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乾脆呢 對不對 在工作之餘呢 大家沒有辦法烤肉 我們乾脆又請店裡面的店家 幫我們先把肉烤好 然後送到這裡來 哇塞 不錯 哇塞 好高 好高 妳畫面比較大 這裡 哇這裡好有喔對不對 我想說我怎麼可能這樣那麼少而已 因為在這裡 看一下 蠻不錯的喔 烏龍麵啊 然後肉啊 雞肉啊 欸蠻不錯的 大家應景一下 在中秋節會wheat 非常的辛苦 因為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能回家陪家人嘛 那在工作之餘 真的 享受一下聚餐的感覺 團聚 公司大團員人們不錯 吃飯了各位 魚類公司 луч爽 肥肉 烤肉 烤肉 不錯喔 OK Nice 好 剛剛演出 真的 好 OK 我本來想說 就擺兩邊 看到獵物那種感覺 有點 看我會這樣 臉最多這樣 3 這個圖騰 差不多花了快兩個多小時 那但是拍只花了10分鐘 非常的辛苦 光花這兩個半小時 其實 辛苦的是工作人員 還有那位 Tattoo的師傅 他非常的用心 在我臉上做這樣的一個 造型 那雖然這個不是第一次做 但是 算是在第一次在我的專輯裡面出現 我覺得還蠻酷蠻特別的 很有戰鬥的感覺 好 好 好